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周二五月三十一号 五月的最后一天啊 明天是六亿儿童节 祝大家同心未免啊 那我们直接开始这一周的公开课 这周是短周周一没开盘啊 这周是四天周二交易日 美股尚未开盘 美东纽约现在是早上九点钟 感谢大家来到由first trade 第一证券和美股实战学员联合会 大家带着线上公开课 美股期权早班车 也是美股期权实战系列的公开课内容 简单的门声明 我们进入到本次的班车计划啊 那今天还是由我美股实战孙眼 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内容 我们先看一下 整体大盘的一个情况 目前我们看到周末啊 周日周一啊 期货是在动 只是动的幅度比较小一些啊 那我们看日线级别这里的变化呢 是开始走出这个下降趋势了 当开始走出下降趋势的时候 我们看到上一次是出现了一个 好几百个点的这样的一个标普500的反弹啊 然后后面呢 我们看又是一大腿下跌 对吧 那这个下跌趋势目前是走出 说明市场现在短期已经不再受 这个下降趋势的影响了啊 当然更大的下降通道趋势还在 对吧 短期的这两个月的通道 我们看到是走出来了 那不排除市场会来到5061.8 也就是4150到4243这个位置进行测试 这个位置也是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平行主力的位置啊 那这位置我们看到周末周一是测试了一下 现在似乎有点冲高回落 想要回踩 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四小时啊 这里的严重超买 我觉得是比较大一个问题 比较大一个问题啊 那之前我们说过很可惜市场这边是很好的一个反弹 接近有400个点的反弹啊 那离我预计的三到500个点的反弹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同时四小时也出现了严重的超买啊 超买再超买 那像这种超买之后 往往可能会有些冲高回落 但是回落下来之后 不排除市场还会有一腿向上啊 因为这个下降趋势我们看到正在走出来 如果四小时这边出现超卖的话 我觉得又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买点的机会 那刚好如果能回踩一下这边支撑的话 那可能会是不错的一个啊 buy setup 短线的继续抢反弹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一个一个操作啊 那同时我们看到日线级别 这里呢也可能会回踩一下蓝线 或者说这边突破的下降趋势线的位置啊 那如果回踩踩住了 我觉得大盘这里有希望走这样的一个 ABC的一个反抽 来到更高的位置 4300甚至4400都有可能啊 那我们看到之前 呃大盘也是触底之后 想要尝试走出下降趋势一波三折 最后也是走了这样的这个ABC的一个反抽 对吧 每一折大概可能是两三百个点的反抽 加上回100个点 那这边可能就是四五百个点的这样的一个啊 一个大反弹 对吧 那这里可能也是会效仿啊 像23月份当时出现的这样的一个行情 那当时呢我们看到也是同样的情绪出现非常的极端负面 20以下的Fear and Greed Index 那我们现在最近也看到了个位数的Fear and Greed Index 同时也伴随着底部的出现 加上American Individual Investor 我们看到上周的数据依然目前是在一个非常非常恐慌 绝大多数人是看空的情况 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人做多了 对吧 不到20%的人做多了 非常非常少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市场更多会出现反弹的行情 下跌会有限啊 任何的下跌跌多了 我觉得会出现这种V型的反转 或者说我们俗称的就是反弹 对吧 反弹 当然了反弹这边我们说过 还是不变的啊 还是不变的 几个因素 依然还是通胀 会高高在上啊 所以原油 这边依然会对整个经济 对加息 对通胀 有着很大的负面的影响啊 或是相互的作用力 整个大宗商品 我们看到无论是农产品 DBA Agriculture Fund 还是整个Commodity ETF 我们看到没有任何趋势上的改变啊 没有任何趋势上的改变 所以开年 强的东西 会继续的走强啊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 开年到现在 依然是没有任何或太多变化的一个地方啊 呃 就是大宗商品 我们看开年这里 Future 呃 按照performance来看 对吧 大宗商品 Yetro Day 不少大宗商品都表现的非常强势的表现 尤其是能源类的啊 能源类的都是排在前列 对吧 都是排在前列 另外我们看到农产品类的也是紧跟其后啊 啊 黄金最近稍微的拉回来一点点 白银呢还落后在后面啊 呃 铜的话我们看到在前两年涨了比较多 所以呢 铜今年没什么太大的表现 但今年我们看到比较麻烦的 还是跟房地产相关的木材啊 这些受加息啊 受很多方面影响 同时呢 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大盘啊 主要我们说的equity啊 股市是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 还有国债啊 债券这边也是跌得很惨啊 呃 这边美元上涨 然后对很多跟美元复相关的 我们看到都是排排在后面的排在后面啊 那讲到美元 我们还是不得不说美元最近的点评一下 美元最近冲高回落 那这是一个月线级别的 104附近的高阻力啊 月线级别的 这是几年的一个阻力 对吧 那不期待一时半会能够过去啊 当然最终能不能过去不好说 或者说最终能不能像之前那样子 每次来到这个位置最终出现更大的回落呢 现在也不好说啊 就现在的通胀 是三四十年来以来最恐怖的一个通胀 包括美联储这边加息的预期 也是近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预期啊 那如果美元要突破往更高位置走啊 那很有可能是今年 对吧 或者说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啊 而不是说像16年或者说1819年 当时连104都过不去啊 那当时不具备价的能力 当然现在我觉得市场是可以具备价的能力 美元往更高位置走 而且美元我们看 从呃这个日线图来看 还是周线图来看 这个趋势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而且这里可能更多只是回踩一个缺口 或回踩一下之前这个平台的一个位置啊 所以我觉得美元啊 接下来还是会对呃 跟他互相关的一些品种 有着负面的影响 尤其是股市了 科技股了啊 然后还有就是黄金白银 可能这些目前来说短期 想要走出美元的这个盈威 可能还是有点难的 而且美元如果一旦走强 对全球资产价格都会有负面影响 包括其他的货币 也会有负面的影响啊 所以这个美元我们看到是不变的 大的趋势是不变的 而且我期待后半年 可能还会继续的在走强 这边有同学问到说 这个6月份 美联储要开始缩表了 对吧 那这个也是一直以来在预期内的 包括接下来加息多少次 加息多少 其实大盘都已经有了不错的 这样的一个预期了啊 所以美元我们看到最近冲高回落 对吧 但是依然还是会保持收紧的状态 依然还是保持加息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美元也跌不到哪去啊 不排除这个通胀啊 如果继续高涨维持在高位的话 美联储可能还要再加码啊 如果加码的话美元可能还会再往上走 对吧 还会再往上走 那这个我觉得是开年到现在这五个月来说 目前来看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美元的趋势是一直往上走的 而且目前根本东西也没有改变啊 还是通胀的这个原因 另外的话呢 我们看到国债啊 我们讲到比较多的 大家可以参考ETI像TLT啊 这个是20年以上的国债 大家参考比较多的 这也是开年到现在一直下降趋势 其实从22年疫情到现在啊 这个国债其实就一直在往下跌了啊 没有停过 同时的话呢 我们看国债利率 我们参考更多是10年国债利率 在分在这个investing.com上面的代码 是x或是us10treasery x可以看到是us10years treasery yield 这个的话我们看到也是不断在往上走 那这个我们也开年说到 三块钱以上啊 这里还是一个月线级别的 年级别的大的阻力啊 那这个位置也是一时半会很难过去的 但会不会出现像这样的转折呢 我觉得也难对吧 也难啊 不排除国债利率 最终还是会回归常规化 回归正常化 往更高的位置走啊 那这个还是会对市场的估值 有着很大的影响 那讲到估值的话 我们就得看这个 RELP500的 这个市盈率啊 PE ratio 我们看PE ratio 现在是在21 那这个市盈率还是偏高的 就还是偏高 那我们说过历史水平 是在15左右 16啊 那像这样的一个市盈率的话 呃 我觉得市场还是有下跌的空间 我看这边同学提到说3600 对吧 之前我们说过一个 3600的一个位置 3600这个位置 完全有可能啊 这也是高盛年初给到的一个目标价 如果通胀维持在8 左右或更高 然后呢 呃 这个国债利率 尤其是10年国债利率 维持在2.8 或者是更高的位置 那这边今年是大盘 是有理由相信 是跑到3900以下 甚至到3600的 3600刚好也是我们什么 那这个日线级别啊 127.2 非不搭起的位置 3645 不排除最终会去一下 这种可能性啊 那当然这里更多的是 美人储不断的加息 然后对经济负面的影响 包括通胀对负面的影响 对吧 陷入到一个死循环了啊 就是美联储想抑制通胀 但是同时呢 又是以牺牲经济为基础的 这种情况下 市场可能会继续的往下走 往下探啊 当然目前我们看到 4小时的3800这个位置 还是双底 或者说下杀洗盘守住了啊 那我觉得按照市场的 这种套路来说的话 市场套路很深啊 真的是套路非常深 当初现这种洗盘的形态 比方说这是一个低点啊 然后呢 这里来到这个位置 哎 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双底了 然后没有呢 然后再往下洗了一波 洗了一波之后往上走 就从此没再回头了啊 没有再回头了 那这个是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洗盘 对吧 那经典的洗盘 不回头 那肯定先往这个颈线这个位置走 我们看到4060 先来到这个位置了 然后现在连4100都站上了 这是刚刚冲到了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周末的时候冲到了 4200啊 那今天是回落了一点点 那整体来说 我觉得这边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洗盘的动作 是吧 那如果洗盘的这个阶段性低点出来的话 那市场是有理由相信可以反弹 所以我觉得市场这里是在洗盘的结果下 继续的持续的反弹 但能反弹到哪里呢 我觉得不好说 那我觉得这里还是见好就说 要做空的话啊 那我们一直讲到的 今年开年 到现在另外一个不变的东西 就是SRK SRK 之前我们也提到60块钱 是个很好的位置 我们看到上周是刚刚好砸到60块钱 对吧刚刚好砸到60块钱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开盘 目前盘前的价格我看一下 盘价格也是60块钱左右 对吧 没什么太大变化 大盘好像今天是涨了一点 对吧 但是它是没什么太大变化 高估值的做空啊 我觉得依然是不变的啊 依然是不变的 如果大家想要找更好的抄底的时机或点位的话 也可以把这些 下面这些动能线啊 技术指标给加进去啊 那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这一个 图形上之前的一些规律啊 比较好的买点 我们看到往往可能会在金叉的位置 对吧 出现金叉的位置 那可能会是比较好的买点 买完之后可能就会涨的 对吧 像这些位置 我们看到买完之后就会行情 买完之后就会行情 买完之后就会行情 对吧 而且目前来看日线级别好像还没有金叉 所以这里可能还需要点时间 还需要点时间 当然这个money flow 这边也是在40左右 并没有达到一个极端的位置 我们看到每次来到40以下 接近到30到20这个位置 哎 money flow来看会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对吧 大家也可以参考这些简单的一些技术分析啊 也可以帮助来判断 那如果RSI超买 那不要追了啊 像这里也不要去追了 反而是应该是吗 见好就收的时候 到RSI到超卖到30的时候 可能又是很好的买点 此时RSI也需要给一个什么 金叉 目前看到此时RSI还没有金叉 啊 呃 那我觉得这也是平时可能我没有讲到东西 给大家补充一下吧 还有这个WR14也是啊 出现这种来到啊 -80以下的这种也是属于严重的超卖了 是吧 这种时候我们看到对应上去往往可能会是什么 很好的一个买点的位置 是吧 像这个时候啊 对吧 这就是很好的买点的位置 那这边也是很好的买点的位置啊 所以结合呃 这个技术指标来看 我们看到不少指标 其实给出了买入信号 当然呢 还有一些指标说明这里还需要点时间 大家可以综合判断啊 那如果说 我就没有一个指标是万能的 也没有人能够完全的 time the market 就是每次买在最低一买就涨 这种是基本上不可能的 对吧 基本上不可能的 买个差不多就行了啊 买个差不多就行了 那我觉得60块钱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支撑的位置啊 那这个位置确实是可以来一点点 对吧 风高做空的思路不变的情况下 这是否是一个ABC 这样的一个健康回调 然后呢 ARK类的啊 就是我们说过这些 高估值的啊 依然还有很大的下杀空间的 这些也是我们看到一个ABC的反弹 那还是回到下降趋势线的上延的位置 那这些可能也会是考虑啊 做空的这么一个机会 对吧 考虑这么做空的 就大家回到周线图来看 可以看到更加明显啊 那这个下降趋势 只要你敢做空都有 对吧 只要你敢做空啊 都有的重 对吧 都是有的重啊 这一路过来啊 只要你敢做空 只要你敢做空 对吧 那我觉得等到大盘反弹乏力的时候啊 那逢高做空 这个高估值的 依然是没有任何变化啊 那这些是美元国债利率 包括当下市场通胀经济各方面啊 带来的这个最终的一个根本的影响啊 或者说很好的一个交易的思路啊 就是对估值上的 这些比较偏高的股票 有些想法 那SRK是我觉得最好的一个ETM 对吧 那刚好也跌到支撑位置 另外一个更加有效的一个方法 就大家教大家判断 就是这个价量关系啊 价量关系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当出现放量的时候 不好意思啊 那就要跑了 对吧 放量的时候跑 跑跑对吧 每次放量的时候都跑 肯定没错啊 我们看到这里 如果是高位放量的话呢 肯定是跑了 对吧 做多跑啊 那低位放量的话呢 可能低点会杀出来 当然低类放量之后 并不代表说低点 马上就出来了 或者说一买就会涨 还有更重要的是 低位放量之后 需要伴随一个缩量啊 低位放量之后 缩量啊 缩量 我们需要看到这个缩量的动作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里放量了啊 那跑没问题 跑了 也让大家跑了 那这边开始出现一些缩量了啊 那缩量缩的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啊 刚好如果缩到支撑位置 那就是绝佳的一个 一个一个潜在的机会了 结合刚刚我们说到的所有东西 大家可以进行参考 对吧 那我觉得SRKE 是今年开年不变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逢高做空高估值不变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逢低的找机会对 大宗商品进行进攻啊 那之前我们说过的原油 也早起来了 然后天然气也跟得起来了 对吧 也跟得起来了 那现在还差什么呢 就是可能只差黄金白银了 当然黄金白银目前受美元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要想要独立走出来啊 需要看到像开年这样的单独的行情 目前还没看到啊 我觉得开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白银跟美元 黄金跟美元 其实有很独特的这种啊 这种这种相对的怎么说呢 原来应该是什么相反的关系 对吧 我们看到开年的时候 黄金跟白银是同涨同跌的啊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紫色这条线跟这个红绿的蜡烛 candle stick啊 可以看得出来开年这一波啊 黄金白银跟这个是黄金期货啊 跟美元的关系是同涨同跌的啊 然后直到四月份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关系开始出现转变了啊 开始出现转变了 当黄金出现一个lower high的时候 美元上去了 然后呢 美元上的太高太快了 然后让所有东西都受不了了 包括还有这边呃 美元国债利率同步向上 然后对银行对经济也开始出现一些负面的影响 对吧 那包括黄金白银这些人跟得下来了 目前我们看到呃 两者关系还是负相关的 美元涨黄金跌啊 美元跌黄金反弹 然后美元平的时候黄金也是平啊 那我希望看到有相对的强势 也就是说呃美元跟黄金白银同涨同跌 目前还没看到啊 目前没看到 等看到之后啊 我觉得会是很好的做多白银的机会 当然白银这一波 我觉得目前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测试 呃 20块钱 这个位置 21块钱左右吧 我看就21块钱左右 这里啊 期货的价格21块钱 对应XLV的话呢 这应该是20块钱左右啊 20块钱左右 我们看这也是洗下去 然后拉回来 如果要把这个成交量给放上去的话啊 其实这里的洗盘的这个量啊 我们看到并不大啊 并不大 所以这里往往会有一个洗盘的这么一个嫌疑 对吧 啊 关键支撑洗破下去之后拉回来 这个是否是否有点相似呢啊 像我们刚刚看到的标普500的 期货的这个洗盘也是啊 关键支撑拉洗盘 然后拉上来 然后呢头有不回就上去了 目前还没有看到头有不回上去 对吧 因为美元的这个作用力还是在的啊 所以我们看到看见几个大的东西 其实我们每周都在讲不变的 还是美元跟国债惹的祸 其实根本原因还是通胀 还有经济的问题啊 那另外讲到经济的话 经济的情欲表银行 下降趋势很麻烦是吧 像这种下降趋势的 走个小双底走出来 但是没有抬高低点 没有走出一个明确趋势的 即使来到支撑位置 大支撑位置出现反弹 但我觉得这些都还是要小心啊 因为这些通胀啊 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依然是没有没有解决的 包括还有交通指数啊啊 这些虽然最近有反弹 但还是在个很难看的下降趋势 包括还有零售 前两周零售财报非常差 上一周呢零售出现一些反弹 一些反转 但还是在一个很难看的下降趋势 那这些是没有任何改变的啊 那讲到下降趋势 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个技巧 就是如果说你现在要选择做多的话 你要做多的品种 一定要有一个扎实的底部 这是一个 另外的话呢 尽量还是要有一个抬高的这么一个趋势啊 扎实的底部 圆弧底啊 平行的平台底部啊 越长越好 越扎实越好 对吧 这种大圆弧底 最喜欢的了啊 然后另外的话呢 还希望说能够看到 一个抬高的趋势 或相对于市场出现强势 尤其是在跌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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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况下啊 那之前我们也给过一个列表 就是中长线抄底的这个关注列表 对吧 那这个列表里面 我们看到最近有走出这种形态的 有Facebook啊 还有一些中盖啊 中盖也是我们说过 这个提前跌下来跌了很多很多 最近开始出现双底 甚至抬高形态的 对吧 那也就是几个月的底部啊 几个月的底部 然后一些零售公司啦 特殊消费股啦 中盖太阳能DQ非常好的公司啊 然后还有good year 这些可能也是慢慢图形 在开始走起来了 对吧 像一些个别的 我觉得可以看到有很好的变化的 就是中盖啊 中盖这边其实我不愿意讲太多啊 讲太多 大家也会有意见 觉得中盖是坑 中盖是呃 不好的资产品种 确实是很多受到政治因素消息的影响啊 很多人在当中可能吃了亏 但最近这个低点啊 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啊 很多股票 我们看到开启走自己的啊 上行趋势了 很多股票开始走什么 抬高的低点 很多股票开始走什么平台 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种底部形态 我希望看到更多的板块 更多的股票出现 那这个市场就离大底 或者是长期的大底不远了 目前我们看到 很多这个标普摆的板块里面啊 目前是没有这样的 不具备这样的情况的 呃 之前呃 我们经常做周报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 呃 链接啊 在startchart.com 我自己做的一个链接 这个链接就是把所有板块 都涵盖进去了 对吧 你看现在什么哪个板块 是在上行趋势 或是在做底的啊 XLE 对吧 还有XLU 这个可能在做底 XLB 还有XLB 也在做底 其他我们看到很明显 都是下降趋势啊 啊 这些很明显都是下降趋势 这些都是我们看到 主要的一些 呃 市场的这个权重板块 呃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看到 呃 之前我还有另外一个次分板块 是这个 次分板块 就是一些其他的 可能权重没那么大的 我们看到也都是下降趋势 除了能源类的 很凶以外 其他都是下降趋势 很明显的下降趋势啊 那目前呃 除了这个commodity 对吧 大宗商品类的 我们看到基本上都是下降趋势 而且受阻于下降趋势线 连下降趋势线都突破不了啊 呃 那我们还是要尊重趋势的 对吧 还是要尊重趋势的 如果趋势没有改变 啊 那你还是要尊重他 对吧 那如果趋势改变的话 也会很明显的看到啊 所以当你看到很多板块并没有改变趋势的时候 说明现在可能并不是很好的 这个长线的这个长线做多 或者是主力只考虑做多的 这样的一个策略的这样的一个当下市场 对吧 可能做空的机会会更多 可能会更顺势啊 Chain is your friend until it's not 当然也有不少的板块 以中盖为首的 包括还有能源公司啊 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反向的ETF 尤其是SRK类的 这些我们看到是在上行趋势 如果你要做多吧 请选择这些啊 包括大众商品那你要做空的话 当然也可以考虑风高做空 高估值的 这个是开年来我们看到不变的啊 所以今年无论做多做空都有机会吧 看大家的这个思路如何 看大家思路如何了 那这周的话还是有些事件 虽然说是短周 我们看周一不开盘 周二开始呢 就有各种各样的个股的事件了 这边时间关系的话 我就不一个一个的讲了啊 但是上周我们看到有些骚动的是 Church point 在周二的盘后4点半 有一个earning call 这可能也是对这个 跟这个美国基建计划 有一定关系的一个公司 另外还有就是中盖的交车 日交这个月交车数据 这可能受上海影响会比较大一些 但估计这个已经是在价钱里面了 对吧 price in了不少了 post market周三也盘后也有这个game stop trui这都是可能做空比 可能蛮高的股票啊 然后10点钟 早上10点钟还有福特汽车 这里也有一个conference 对吧 福特汽车有conference 关注度应该也是蛮高的啊 但我觉得福特这种还是受油价 受通胀影响比较大的 还是要小心啊 然后推特 推特最终应该还是可能会被 Elon Musk收购啊 但这个过程确实蛮艰辛的啊 但就算收购也不高 价格也不会有什么太高的溢价了啊 然后周五的话 还是有不少的个股世界 尤其是一些大的公司啊 有一些世界大家给开开 周五是飞农 飞农就位报告在本周呃 出来对吧 飞农就位报告也是值得关注一下啊 每个月的月初 第一个周五 那这个是明天就六月一号了 对吧 月初第一个周五就是飞农 经济数据就业数据 呃 然后还有美联储也会讲话 大量的美联储票位 甚至非票位啊 也会有讲话 然后呢 在三点钟啊 这个十二啊 应该是两点钟啊 周三两点钟 有一个这个应该是贺皮书吧啊 China PMI 也是有数据 当然中国的数据这里面水分比较大啊 看一看就可以了啊 呃 看本周的重要的经财经事件就是 对周三两点钟啊 这个经济的贺皮书 然后周五的飞农 然后周四周三也有一些 这些库存数据 然后也有一些就业数据 呃 芝加哥的PMI 这个可能影响不会特别大 还是在周三周四周五 后面排的财经事件啊 会稍微多一点 这周 财报相关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呃 周一没有什么财报 然后周二开始有燃食医学 贝壳 乐信 华注这都是中盖了啊 那中盖 普遍我都是看好的 对吧 普遍我都是看好的 呃 然后周 还有一个 呃 这个Nordic American Tanker 这也是一个 船运股 大家可以看一看 gambling.com 体育博彩类的 一行也是中盖啊 好多中盖今天啊 Safety 这个是也是船运吧 Cloudlink 这个是不是船运 我不知道 乐信也是中盖啊 呃 Salesforce 估值偏饱和 这个digital tribute apps 还是蛮喜欢的 charge point 我们刚刚说了 上次有好大移动 可以关注一下 我觉得charge point 不排除会有 重大利好发布啊 我感觉charge point 这里是想搞事情啊 这只股票 chpt 当然从估值上来说 我觉得这只股票 呃 可能还是比较偏贵的啊 烧钱的阶段 但是周五的这个量啊 确实让我觉得 有人是对这一周的周二盘后的财报 earnings conference call 有些想法 对吧 我觉得不仅不排除有人知道内幕了啊 先把这个话放在这里 对吧 啊 看看明天是否打我脸 对吧 然后呢 Umbrella Veteria Secret Bark 这些都属于是 估值可能一般般吧 也不说特别便宜 但是呢 还是受通胀影响比较大的啊 Joyville Sportsman Warehouse 这些都属于消费类的 Capri也是消费类的啊 那是什么 Coin Home 这也是消费类的微博啊 偏向于看好 周三盘后还有 GameStar跟Trui也是比较重要 Hewler Packer Enterprise Ai MangoDB 像Hewler Packer Hewler Packer Enterprise HPE 这个是估值比较偏便宜的 没问题 Ai啊 MangoDB 还有这个U Unipath 这些都是估值偏高的啊 Pure Storage还行 Net App 也一般般吧 啊 这个是什么 Elastic 这好像估值也偏高啊 VEEV 这也是估值偏高啊 然后周四就有些零售 Dual Trading 还有Sports United 这些都是属于偏零售 特殊消费食品类的 Crowstrike估值偏高 Lululemon估值偏高 RH估值偏高 OKTA估值偏高 这周我们看到还是很多 估值偏高的 还有一些零售 还有一些中概 这周可能财报分为四类啊 一类是中概 普遍看好 对吧 另外一类就是估值偏高的 不好意思不看好 然后呢 还有就是这些零售 特殊零售的 也不太看好 另外还有就是特殊一点点的啊 跟消费可能也没什么关系 然后跟中概也没什么关系 跟估值或者什么的也 有关系 但是看到有异动的 像Charge Point 这种可能特殊关注啊 特殊点一下 点一下名啊 那这是这周财报上的一些东西 那看看明天怎么样 对吧 看明天怎么样 一会有机会的话 再展开讲一讲 这周除了刚刚我讲到的 HQ HQE 还有GameStop 沃尔玛 Amazon 谷歌 这都有些事件啊 沃尔玛 也有事件 这周啊 然后除了财报以外 我们可能IPO 这里没什么进波期 几星期 比较多 Projected Dividend Change Corporate Event 这刚刚有提到 包括还有这个 Catalyst Watch 你们也有 Conference Schedule 这周有一些 Conference 不少股票在周二 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事件了 Warehouse Robot 这个应该是属于 反向收购上市的啊 是做一个自动化 这个仓库管理 AI机器人 什么软件平台 仓库管理的 这个是不是跟沃尔玛 有点关系啊 包括还有很多 Wholesale Grocery 好像又参与投资吗 还是怎么样 这个好像是反向收购上市的代码 是VC SV SVFC SVFC 这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啊 Symbotic 是把这个公司上市 最后改代码应该是改成SYM 现在目前是10块钱左右 现金价附近 这种可能更多是短炒吧 喜欢这种概念的可以看看 但是我觉得 反向收购的东西啊 经不起推敲 对吧 最终这个价格很多都是回落下来 当然不排除 短期可以炒到很高的价格 有这种短线的概念 对吧 啊 就喜欢短炒的可以看一看啊 那我就pass了 Lululemon 估值偏高 小心annual million 这种大量的个股 annual million 啊 有不少已经是先报过财报的 然后还有就是进入到 马上进入到这个夏季啊 夏季不少的票房开始来了啊 不少票房开始来了 呃 好像这个top gun啊 这应该是tom cruise的吧 啊 好像是有不少的票房的预期较高 呃 能不能带动线下的院线 我们看到当时年初的时候 有几个超级英雄电影 包括还有DC的呃 蝙蝠侠啊 都没有能够带动啊 疫情后时代的这个线下的票房啊 那看今年夏天有没有机会了 对吧 感觉大家还是习惯了在家里看啊 还是可能不太愿意去院线看 对吧 当然院线看需要非常讲究这个感觉啊 大家一起去看才好 当然也要需要好电影嘛 那看这里是否有一些好的电影啊 呃 然后白人这周也讲到了关于比特币啊 比特币从高位跌下来60个percent 呃 觉得跌多了确实是有些价值了 对吧 包括现在各种各样的inflation interest rate liquidation相关的一些东西 providing a store of value啊 就像数字黄金一样的感觉 对吧 那这边白人算是唱多比特币了啊 唱多比特币了 然后我们看到还有对大药房啊 还有一些大的公司 呃 大药厂 bristormire没毛病 然后还有对大的公司 像alphabet lamb research facebook mu netflix 还有ter 这些都是进入到 白人的buy list 或是watch list当中啊 那讲到数字货币的话 不得不提一下 最近是杀到了两万六啊 有些平台可能杀到了两万五 那从月线来看的话 这里是否是一个洗盘啊 看这个量是非常非常小的 对吧 非常非常小的 然后呢 嗯 如果说这是一个洗盘的话 那可能很快 高点会出现啊 会不会是这样子 然后另外同时我们也讲到 这里也是一个很大的 头肩顶的形态啊 啊 头肩顶的形态 多重顶的形态 如果一旦这个位置 没有任何反弹 像这样弹不起来的话 对吧 没有任何反弹的话 最终起不来的话 那最终的结果 这里赖赖赖赖赖 最终结果是往更低位置走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说清楚的 这里数字货币接下来可能 会有成败啊 在一线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是吧 我相信可能很多同学是有关注 这边有不少是来自于台湾的同学啊 这数字货币应该有很多关注的啊 这个我觉得要小心啊 好 最后一点看看大家问题 呃 刚刚说同学反弹到哪里 我觉得4200可以就此止步 第一波反弹 那回踩一下之后 说不定可能再往4300啊 这可能会是一个比较极限的目标了啊 可以参考一下上一波的反弹 上一波的反弹 我们看到最低是在 4100 然后到4600 大概500个点 那如果这里也是给他500个点的话 那刚好就在4300 对吧 4300 那我觉得会过不了这个位置 对吧 过不了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 4200到4300之间 这个位置应该是过不了啊 比较难过啊 当然呢 在这之前可能逢高做空 高估值的就机会就出来了 对吧 我们看WTI 小油股 没毛病 很喜欢啊 WTI 之前我们说过 最喜欢的一支油股啊 这个没有马后炮吧 这个就是跟大家说的 呃 油股 油气股里面 当时我们有这么多油气股 我就选了一支啊 就选了一支 当然呢 这支也是没怎么涨的 其他呢 不是说不想选 不想推 是因为已经涨了太多了啊 不好去追了啊 WTI 我们讲的时候还在三四块钱的 对吧 现在已经快翻倍了啊 那WTI依然是喜欢 但是不代表你要去追了啊 那之前我们说过小油股是无人问津的 那这里面还有哪些没有涨的呢 TLL也不错啊 如果现在是不断在网上推高的 这些就不要去追了 RIG可能也不错 对吧 ET也还没有突破的 还有一支有高分红的 ETRN这是有高分红的吧 还有这个ALTO也是在相对低位啊 要有一些可能毛股 毛股这边不是我想要主推的 但是呢 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啊 另外还有就是NL 这支也是能源公司吧 这个好像我们看到也是不断在网上冲 短期来说冲的有点多了 当然从更长远来看 还是在很低的位置里啊 这个油股 我觉得回调的话也是值得关注一下啊 然后FDL First Trust Morningstar Dividend Leader Index Fund 这个其实就是买高分红的股票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 放着 可以但是也没什么油水的吧啊 没什么油水吧啊 呃 没什么油水 呃 6月1号的缩表 估计可能缩表也没什么太大影响吧啊 因为已经市场预计到了啊 呃 硬这边应该是合股了 对吧 去看一看新闻就知道了 上周是3块7毛7 那这边应该是合了 合了多少股啊 30股 25股 啊 大概算一下吧 但是上周我们说过可以买硬 对吧 中概集体来说还是看好的啊 集体来说是看好的啊 呃 还有英镑兑美元 我觉得什么东西兑美元都是跌 对吧 因为美元会往继续往上涨啊 所以所有朋友所有货币都是看跌 对吧 所有货币都是我都偏向于大方向是看跌的 天然气很可惜 呃 之前回踩6块钱 没到 也没有能够有上车的机会 所以呢 这里天然气就不再追了啊 不再追了 呃 我觉得天然气可能还有机会去到10块钱 从月线图来看 这里啊 来到了阻力位置 但是并没有想要撤退的这么一个意思啊 天然气我们看到这是NG 天然气的期货 这里是很大的阻力位置 我们看到基本上没有几个月是能够站上去的 呃 这里有站上去一个月 第二个月就下来了 对吧 这边第一个月都站不上去 然后这边呢 也是没站上去 这边有站上去之后跑上去 再跑了几个月 然后这边也是站上去之后再往上跑了几个月 我感觉这边也是想站上去 然后再往上跑几个月的感觉啊 这从月线图周线图来看 所以我觉得天然气货的意犹未尽的感觉 原油这个高点已经出来了 我觉得原油除非世界大战 要不然这个一千要130的价 140的价格很难见到了啊 很难见到 今明两天大盘的走势 我觉得更多是冲高回落吧啊 冲高回落 然后回踩之后可能还会有一波反弹啊 但这一波反弹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 对吧 我觉得这周好像看上去没什么太大的事件 除了周五对吧 除了周五有这个比较大的飞农啊 这个重大的事件以外 对美元啊 对利率啊 对美联储 对加息各种乱七八糟东西都会有影响的 都会有影响的 SRK买入了一点 OK可以啊 可以买一点点底仓啊 没问题 拿来做对冲也好 或者说做波段也好 都可以啊 SPY今天是买call还是mip 这个位置我觉得不好买 看涨的期权 也不好买看低的期权 你如果要买看涨期权 真的是要买在很好的位置啊 如果你要买看跌的期权的话 可能现在已经跌了一个percent了 要不要去追呢 也不好追啊 要不你再等一等吧 等到4300的时候买put 等到3600的时候买call 会不会更好啊 如果有这种机会的话 对吧 如果有这种机会的话 SPY6月3号买405的put sell 408的put 我们看看这个应该属于是做一个啊 408405的put 你是by 405的put 405的put应该相对来说 更加的我看看408 那你这属于是一个sell put了啊 sell put是不看跌 可以啊 可以啊 属于是一个sell put spread 对吧 这位彭贵为 这位微同学啊 买405的put sell 408的put 那这应该属于是一个sell 一个bullish的 sell bullish的credit spread啊 credit put spread啊 credit put spread 这个可以对吧 这可以 这属于是不看跌啊 那我觉得大盘短期要下跌也是有限的啊 要下跌也是有限的 可能踩住再往上一波 然后呢 这波结束之后可能又哗啦啦的下来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对吧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就此逆转啊 没什么 基本上没什么可能 对吧 就这种深逼大反转去新高 太难了啊 太难了 所以还是尊重趋势吧 明天缩表什么大影响 没有啊 市场早就知道了 如果你也知道的话 你觉得谁不知道 对吧 如果你知道了 大家都知道了 那就等于这个事件是一个non-event的 对吧 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啊 srk 理想的情况下 如果60块附近能够有不错的支撑守住的话 那看看能不能去新高了啊 那就是80以上了 对吧 当然80以上会不会是更大的一个 呃 这个估值的下杀结束 也就是说这一轮回调结束了 我觉得这一轮回调不能说是一个熊市吧 技术熊市无疑了 对吧 但其实这个更多可能是个杀估值的一个 一个一个技术熊市啊 所以我觉得 杀杀估值也好 对吧 杀杀估值也好 等这些估值杀干净了 那可能接下来就好说了啊 就好说了 可能大底也不远了 对吧 如果杀估值杀干净的话啊 当然目前你说市场要跌干净了或跌到底了 真的不好说啊 很多迹象都还不明朗 对吧 像我们刚刚起到很多很多东西啊 我感觉今天讲了很多了啊 把周末这个想想讲的没讲的 该讲的不该讲的都讲了啊 有点严重超时 不好意思啊 嗯 补回这个周末 或者是长周末周一没讲的内容 嗯 希望大家谅解一下 感谢大家今天的问题 非常感谢 周一就感觉公开课感觉非常的好 感觉这周会是一个很好的一周 那明天早上我们再来 对吧 小料理更多信息可以拨打 first trade 各服专线 电子邮件及官方微信服务号 first trade 航空1985 服务华人30 那两百元就上 真正一的美容就上 那我们明天早上 同一时间同一点 我们不见不散 Until next time Triggering and stay profitable 拜拜